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2年的时候 我买三毛的第一本书是《梦里花落之多少》 就看到了一张三毛的照片 瘦瘦的穿着一条格子布的长裙 那是他的小时候啊 非常的叛逆 眼神很不服 就两个脚像小丑一样 是分开靠墙站的 但是表情很倔强 头发是短的 特别浓密 哎呀 如果我身边有这样的小孩子 你现在看一眼 也会觉得他很难搞 果然 三毛从那个叛逆的 孤僻的 不被别人理解的小孩子 一路成长 他一直与众不同 独一无二 但也很难合群 那后来呢 我见到了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家 萧全先生 他为三毛拍摄过一组照片 那应该是三毛一生中最好的照片啊 那是在1990年的9月份 三毛到了成都 然后萧全就去找他 抄门 说我能为你拍一组照片呢 三毛就看了他一会儿 同意了 两个人在柳英街乱逛 三毛说 在台湾真正出名的不是我的写作 而是我的旅行 我十几二十岁就一个人背着包 梳着短发 浪迹天涯 那萧全带着他去一个茶馆 他们喝茶 他们在那里看老乡的狗跟人家聊天 萧全就不断地按下快门 拍下一些瞬间 这组照片流传很广 那有一种说不出的神奇之处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被震住了 那个我们一直听说 一直阅读 但是却从未相见的三毛 好像变成一个立体的人 哗啦一下就站在了我的面前 那个照片感觉是活的 这是萧全的厉害之处 他把这个人的灵魂拍出来了 让你觉得他好像在你面前呼吸 那这组照片拍完 萧全和三毛就成了好朋友 三毛拿着这些照片 就说 萧全 这不是完整 而是完美 你知道吗 我十几岁就背着包满世界的飘 十几年过去了 还是我一个人 你看 这是一个多么倔强的女人 那个照片上的女人 不仅仅是倔强啊 她还显得神秘 还有一点来历不明的乌气 有一张我印象很深 就是在小巷子里 一户人家的门关了 那个竹椅子倒过来扣在门上 三毛没有动那把椅子 她就脱了鞋 赤字脚 就坐在旁边的地上 那个长头发这样披散下来 就波西米亚风了 她的脸上没有笑容 眼睛好像看着很远的地方 不知道远处有什么 我一直在猜 三毛眼睛里面看到了什么呢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眼神 如果把她拿去任何一个时代 任何一个国家 和任何一种性格的女作家放在一起 那三毛这张脸也都是配得上的 她显得那么有样子 所以这种人就不被时间局限嘛 也不被空间局限 也不会被身份局限 这个真是了不起 白鲜勇先生就讲过 说三毛创造了一个充满传奇 色彩瑰丽的浪漫世界 里面有大起大落 生死相许的爱情故事 引人入胜 不可思议的异国情调 有非洲沙漠 拉丁美洲原始森林 这些常人所不能及的人生经验 三毛是写给年轻人看的 所以三毛就变成了一代一代年轻人的偶像 那我是很同意这段话的 在我的青春时期还是挺穷的吧 也没有去过那么多的地方 没有手机 没有高铁 人和人之间 还是相信眼睛要看着眼睛的 可是 人好像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世界 就是会唱起三毛那首歌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人是有那种流浪的渴望的 我没有想着要躺平 没有想着说我要封闭起来 然后我什么都不做 好像觉得上刀山下火海 只要能够让我闯荡世界 这都是好的 但那个时候 我们怎么会见识过世界呢 所以三毛的作品 不是说他的文笔有多么好 故事有多么的猎奇 我们是在这个作品里 看见了一个人的可能性 原来一个人可以活成这样 这么善良 大胆 自由 而且像他一样自然多好 不畏惧尽头的坐在那里 不介意别人的品判 那是一个疯一样的灵魂 所以我想 这就是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 喜欢三毛 而且在自己所有的心愿 都没有实现的时候 会想一下三毛的原因吧 那三毛也是一个 很懂得生活之美的人 我印象很深刻是看 他的那本书 撒哈拉的故事 他跟何希 在沙漠里面定居下来 怎么样粉刷墙壁 捡一个废轮胎 把它改造成一个漂亮的坐垫 用别人扔掉的铁皮和玻璃 造漂亮的风灯 包括何希向他求婚 走了很远 找来一个骆驼的头骨给他 这就是定情信物 就这样他们慢慢的建造了一个幸福的小窝 里面的细节很让人开心 读着读着就要笑出来 比如三毛说 他在那里很辛苦的种植物 因为水很难得嘛 而且太阳过于强烈 结果被邻居家的山羊吃掉了 那个小苗苗好不容易长出来啊 他眼泪当时就下来了 啪的扇了山羊一个大耳光 包括三毛怎么样当牙医 他的邻居都找他来看病 然后牙疼也找他治 怎么治呢 因为牙上有一个洞 他就用指甲油给别人把牙补上了 何希吓了一跳 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他说他的牙不疼了呀 三毛跟何希去钓鱼 然后为了把鱼卖掉 来补贴家用 结果真的卖掉了 他们又说 哇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就到饭店里面去吃饭 然后当天晚上 他们就花了十几倍的价钱 吃掉了自己 钓起来的那条鱼 这一切啊都不是算计 也不是道理 它是什么呢 是有意思 这就是浪漫的天性 所以说三毛的成就 我认为最重要的 也许都不在文学上 而是他的生活方式 就世界上就有那么一种人 他的容貌并不是最漂亮的 他的穿着也不昂贵 但他是属于气氛美人 不管出现在哪里 你只要看见他 听他说话 读他的文章 你就觉得生活是新鲜的 好像太阳永远都那么年轻 然后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在闪光 捡个破烂都是珍宝 三毛曾经跟自己的大姐 陈恬欣说 说大姐我一生的精彩度 是你的十倍 的确 他有轰轰烈烈的爱情 他流浪过五十四个国家 做了所有他想做的疯狂的事情 而且不管到什么样的年纪 他都能够拥有 无穷无尽的好奇心 不管他活在 多么平积的地方 面临危险 他都能够热情勃发 这种生命力是无法抑制的 我少年的时候觉得他是传奇 长大一点我就非常羡慕 现在我就嫉妒他 我就是很嫉妒 但这种嫉妒就像负能量一样 让我觉得 勇气要比能力重要得多 如果一个人真的想要改变 改变就会发生 我会觉得 每一个人如果 读一下三毛 看看他的故事 可能就有勇气 在某一个瞬间重新活一次吧 1991年的1月5号凌晨 三毛用丝袜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三毛去世之后 身在西安的贾平蛙先生 那位作家 竟然收到了一封辗转从台北 寄到西安的信 收到信的那天 西安在下雨 贾平蛙先生说 我觉得寒毛都竖起来了 大雨如枯 好像是三毛的灵魂 这封信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竟然 在三毛离开之后 来到了我的手中 而且三毛在信中约他 说我们一起去敦煌 一起去旅行 但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了 又过了几个月 有一位陈先生 送三毛的遗物到敦煌去 经过西安 特意去拜访贾平蛙先生 三毛在生前说 死后他希望一半葬在台北 一半就留到浙江乡下的油菜田边 后来他去了西北 见过王洛宾 就改了主意 希望能够葬在敦煌明沙山上 把地点方位都选好了 就在这次会面之后 贾平蛙先生写了一篇文章 原来的题目是 哭三毛 非常的动人 他说 明沙山 三毛真会为他选地方 那里我是去过的 多么神奇的山 全然净沙堆成 千人万人旅游登陵 白天里山是矮小了 夜里四面的风 又将山吹高吹大 那沙的流动成一层薄雾 美丽如佛的灵光 而且五音齐鸣 鲜悦动听 更是在那山的脚下 有青城幽静的月牙湖 没源头 也没水口 千万年来 日不能晒干 风也吹不走 相传在那里出过天马 明沙山 月牙湖 连通墨高枯 构成了艺术最美妙的风光 三毛要把自己的一半 永远安住在那里 他懂得美的 他懂得佛 三毛医生跑了那么多的地方 可能很多人都在文字里 重新跟他相会 你会想 是谁的一生能够活得如此美丽 又在此后 把自己托付给一个这么浪漫的地方 月亮从东到西 从西到东 清纯之光照着一个美丽的灵魂 而这美丽的灵魂 却是从东到西 从西到东的读者 永远的记着一个 脚三毛的作家 就到这里